红酒有一种物质叫做白泥露醇 白泥露醇是一个很重要的保健食品 因为白泥露醇可以令到细胞做出一种酵素 叫做AMP kinase 这是一个细胞的紧急酵素 意思是它可以令到细胞安排一些糖的接受体 即使没有胰岛素的刺激 细胞一样可以安排一些糖的接受体 去帮助细胞吸收血里面的葡萄糖 但当一个人吸收了白泥露醇去到肝 肝会摆污漏会以为是一种毒排出 但洋葱里面的五强黄酮可以防止摆污漏的事件 可以帮助身体吸收白泥露醇进入血里面 进入其他细胞 在这里五强黄酮还有一个好处 它可以抑制一种有毒的物质叫做4HNE 因为4HNE会伤害神经细胞 所以很多人有糖尿病之后 手指和脚趾会开始麻痹 就是因为4HNE伤害神经细胞的结果 所以红酒和洋葱就有防止糖尿病的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